你好,我是Elma,你可以叫我國耳君也可以 你好,我是國耳君,你可以叫我Elma 我的身高是164cm,平時喜歡玩遊戲 今天是2020年12月28日 2022年2月13日 你有沒有看過甚麼作品很深刻和很喜歡演員 沒有 我喜歡國王排名 我買了一部Alpha 7 Mark III 我覺得我這一年買得最貴的時間 如果今年比我可以去旅行 我想去月球暗面 我上了很久,我想時光旅行 緊張 今年的一年有甚麼目標呢 2022年 繼續下去 因為我是不擅長定立目標的人 甚至定立完的目標 我發現全部都不會實行 我寫了就完成了 而且我覺得目標是一直去探索的 可能我現在的目標是這樣 但將來的目標又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好好地去生活就已經足夠了 你過去一年有甚麼是第一次嘗試的事 第一次嘗試的事 我想… 我本來想說一些很垃圾的事 我終於嘗試了 我看了一年都戴口罩的滋味 甚麼是你2020年也是 是嗎?我忘了 2020年好像… 因為他還沒有一年 對… 有一個月沒有大影響 是的 還有就是… 我終於第一次在香港拍一條電影長片 我是比較主要角色的 我是主要角色的 主要角色的群體裡的其中一個 就是在香港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在其他地方拍的 但在香港真的是第一次了 嘗試到香港的這個工業是怎樣的運作 終於 還有些甚麼呢? 十六比九 第一次嘗試我在一個YouTube頻道 一年 就是叫做主場 原來一年? 好像很久 其實那些人很瘋 他們不提醒我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他們說你是十六比九的人 就是我跟十六比九的關係 就好像那些… 就是那些拍拖 我一開始也不想跟別人說 我是… 我跟十六比九拍拖 你不想承認 你不想承認關係 因為一開始我也是覺得 我們不要… 就是我個人不安全感 就是我們不要做一些很長期的 commitment 就是… 我十六比九 沒有啊 不就featuring一下 就是一開始是想這樣 但原來其他人已經覺得我是屬於十六比九的群體 但我覺得屬於某一個群體 原來不是那麼差 原來… 原來… 是有些安全感的 還有有一種… 有一種 proud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種 proud 其實是挺開心的 我猜不到 因為我不喜歡被人定型 但我覺得十六比九本身就是一個… 很有自由度的地方 他不會給我定型 只要我想 那你最近最苦惱的事是什麼? 最苦惱? 想說一些不能播出的事 所以就不說 嗯… 他這個是不是在埋關子 當然我很想知道 我開始越來越… 模糊 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一個怎樣的人 我開始… 我以前呢 我一直都給自己一個想法 就是我… 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但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欺騙自己 還是其實都真的還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我最近會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到底我是否真的還有很多可能性呢? 我不是還可以做很多事嗎? 但我們… 人就是每一秒都在… 腐敗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細胞 雖然它都在更新的 但那個程度是會減慢的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是… 死亡著的 就是邁向死亡多一步的 到底… 我想做些什麼呢? 或者是… 我正在做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有… 價值呢? 就是令到我真的死之前 我會覺得… 我都沒有浪費到那些時間 就是是不是會這樣想 對… 我想我無時無刻都在困難這些事情 其實… 只不過你這一刻問我 我會想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 我… 想太多 我人就是想太多這些事情 很多胡思亂想 我的世界 但我現在懂得跟它共處 所以我會很坦白地說出來 以前我可能不會 我會回答一些很… 很… 很膚顯的答案 我會回答一些很膚顯的答案 我會想什麼好呢? 我要鼓勵它? 它未必需要我鼓勵 我憑什麼覺得它要我的鼓勵? 我要去… 斥責它? 不需要啊 它已經做了當時的最好 我要斥責它什麼? 沒有什麼要跟它說 我最近… 我覺得… 我不應該因為那個… 而不斷地說話 我覺得語言有很多… 很多虛幻的東西在這裡 語言是一些… 很散亂的思想的延伸 即… 語言好像一說出來 它就變成了一批不知什麼 飛走了 但是… 語言以外的東西 就是不能去… pretend 語言以外的東西 真實的感受會更多 所以你問我 我有什麼要跟它說? 我沒有 我會很… 如果有機會可以讓我… 即…一年前的我在這裡 可能我會好好地看它 但我未必會跟它說話 那你想跟明年的你說什麼? 即今年… 即… 沒有 意會吧 有些東西不能夠延傳 只能夠意會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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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没有什麼你想跟下年的你說明呢? 一年後的你 呃… 昨天Cast那兩套戲 我覺得不中 不過不要緊 你也知道辛苦 但是如果中了呢 辛苦,是不是? 不要緊 沒事的 因為現在過了去了 拍完了 還有就是不要不做功課買股票 希望你乖 真是乖 有沒有陪多一些家人 家人是不是全部都還健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面對了什麼痛苦的事情 真的很害怕 希望你開心 吃一頓飯好嗎 令自己開心一點 吃一些好吃的食物 睡覺 很多事情不要這麼執著 我知道你經常都很執著 唉 不要這麼執著 乖 看穿吧 應該會繼續執著下去 不知道執著到什麼時候 執著完就可以走了 OK 加油 這一刻如果你真的真的 有沒有做完一支 好 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沒有 我不喜歡他 為甚麼 很煩 很煩 我不覺得 這個人很煩 很煩 我覺得下一年的我會感謝今年的我沒有話跟他說 但我也記得七八成 我沒有買股票 我沒有衝動入市 我有聽他說的 雖然我覺得他煩 但我也有聽他說 執著 是的 還是執著 但果然 很煩 在這個狀態我比較喜歡這個自己 嗯 不喜歡多啤手 多啤手 哈哈 哈哈 很煩 很多的 又要我怎樣 又要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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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事跟下年的你說 對 那下年 他一定很開心 下年不用再看 今年的影片 過去一年 你有沒有什麼 很正面 很開心 很開心 一件事 沒有 沒有 那如果拍了第一套 你覺得 氣氛重一點的 長片 你覺得是否一件 因為我覺得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身 他說很開心 很 positive 值得 share 的東西 他沒有說是值得 share 我記得去年 我應該都說了一些這樣的 應該說沒有 我認識那個女生 他應該都是說沒有 我們可以開估 那在過去這一年 你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是很 positive 很開心的事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因為我太容易覺得 positive 也太容易覺得 negative 所以我覺得那些 positive和 negative 未必是真的 它是一些 那個狀態 純粹是沒有意思 那顆綠色的東西 就是 綠色 開心 紅色 不行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 但是 你說一個 在我生命中 很深刻地 很 positive 的一件事 是沒有 今年 沒有 沒有 因為我要怎樣去定義 開心和 positive 還要值得和別人 share 就算你說拍了第一套 在香港比較主演的長片 也好 對我來說 所有的東西 它不只是開心和 positive 它很 complex 它是一個 開心不開心 辛苦 學習到一些東西 有些體會 它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首先我要怎樣去定義 開心和 positive 我已經覺得 我現在的人生 我不再是 以前那種 可能來訪問 小學五年級的過耳君 她會說 我覺得今年最開心 是去秋季旅行 看到大笨章 雕塑 可能她會說多一個 很實質的 開心的東西 但我發現 人一大了 所有東西都是混合的 原來已經沒有很 我不記得有些什麼 很純粹開心的東西 可能會有些生活的小 moment 可能跟朋友 突然說到一些 很好笑 然後失控地笑 然後失控地笑完一會 你都會想一想 我很久沒有這樣笑過 那件事是很 complex的 再來就是 值得跟別人分享 所以這個問題的難度 是五顆星 那你想在這個頻道 做些什麼 是否想要CAMMAN 你之前訪問 想要CAMMAN 跟我爭 我不會真的做 所以那件事 只是想 是嗎 是嗎 因為 就是要說一些 沒什麼可能的事情 想 所以那件事真的想 就是這樣 我不夠膽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勇氣 去浪費資源 讓我去浪費 在16位 你的頻道 我覺得其實只要做一些 不要浪費資源的事情 就已經是非常之重要 和上一條問題有點像 有些什麼值得分享 有些什麼值得拍出來 有些什麼值得給別人看 我不知道我思考了很久 我思考了很久的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碎片式的世界 沒有東西值得 沒有東西有價值 這個碎片式的世界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看一些 五秒 十五秒 或者甚至乎幾分鐘的影片 但是我們不想看一條 二十多分鐘的戲 即是拍片 我不知道 這個世界在需要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到底是沒有意思 我在問一下這件事 我平時會偶爾看一些YouTube 現在多了一個短版的YouTube 很脆弱 神經病 原來真的會不停看 傻的 如果它的封面是有大波妹的話 我也會毫不猶豫地按進去 這影片即使內容 跟大波妹沒有關係 即使它是想搞笑也好 我都會期盼著大波妹的情況下 再按下一條影片 即是很兼明 很有噁 我覺得這件事很毒 毒是因為 我看完之後 我有什麼得著 我沒有 我有沒有放鬆到自己 我沒有 我是不是眼睡了 我眼睡了 我都覺得這些影片會令人很睏 我有沒有被娛樂到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那一刻是麻痺 我麻痺了自己 麻痺了自己 我看完之後 我麻醉了 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是的 是有這些功能的 是不用用腦 是很開心的 那件事 我不是因為很開心 是很輕鬆的 但看完之後 是虛無 我很虛無 我不會 我甚至不記得 我不記得我看過哪一條 我不記得大波妹的樣子 我不記得她們的波 我什麼都不記得 其實我真的不記得 你問我 你再次再播一次給我看 可能我都 我沒有看過這條影片 我不記得 我會這樣 但我都會看了 或者那些 可能幾分鐘的 很短的 拿一個社會議題 搞一下 有些兼明 最後有些反思 那些影片 我又看了 參考一下 到底在做什麼 我發現我不是想要 一段 一段 二段 三段 很具體的 但他們的碎片式 是很準 跟我們的腦袋一樣 我們的腦袋也是碎片式 話題這樣跳跳跳跳 碎片式 到底是 什麼時候形成 我們什麼時候沒有耐性 去感受 所有事情 我要想 雖然我不是布萊希特 我不覺得戲劇 一定要教育觀眾 但我覺得 至少 可能 我想做一些 比起這些 多點價值的事情 因為市場已經有人在做了 這些事情 我覺得16比9 那個獨立性的存在 就是 它有 其他事情 我們有其他的使命 一定要去做 但問題就是 那件事 怎樣才是值得別人去看 而不會覺得 唉 就懶惰了 真的嗎 哇 二十幾分鐘 真的不行 有時候我看16比9的數據 因為有時候我要更新影片 我看數據 我看一些人 可以在影片裡 看多久 看多久 你看到最後 坦白說 我們的封面 不放大波妹 通常頭一半 可能他們會退 有一群不知名的人 他們會退 可以在那些照片裡 買大波妹回來 一進來 不是很大波妹 但這樣也是欺騙他們 沒有用 對 我是欺騙他們 但你明白嗎 他們要的是 這麼粗暴簡單的事情 我們又不是要懶惰 但又不是要粗暴簡單 我們正在做一些我們的語言 所以 而這個語言 我會不斷嘗試改變它 我想的東西是有價值的 至少在這個時代是有價值的 我們不是要做一些 本身已經存在的事情 但又不是要做一些 很fit in 現在這個市場的事情 我們正在做一些 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這個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又要有那個 又要 它有它的價值在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只是做了這件事已經夠了 我也想不到怎麼做 我還是在想著 還在接下來試試 我不去想結果 結果是我們所有人一起承擔 其實我們這裡所有的人一起承擔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時間 我知道 大家都在付出生命 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只能夠 盡力去令到大家的生命和資源 不要浪費 就只是這樣 沒有了 我不會看到 我會想念 我會想念